受到疫情及適摩夹击 今年新盘推盘量预减 以致成交急剧萎缩 综合一手成交纪录册 及市场消息 本年截至12月15日 一手成交中数紧约9050宗 涉及金额不足900亿元 案年净差48%及60% 商创2013年4月 实施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后最差 五大发展商的新盘销售 亦受影响 蝉联多年卖柳黄的新地 00016 继续已受近2900火青黄 顺至 00083 则凭值年内两大红盘锦上路拍龙 及日出康城海拍峰 吸金预230亿元登上吸金黄宝座 反斜线大公报记者梁荣言 综合一手成交纪录册 及市场消息 本月仅得一个新盘应时 全月靠货美撑场 首15日仅得预100宗成交 与今年低位2月的118宗成交相距不远 由于今年有8个月的新盘成交不过千关 今年截至本月15日 全港一手市场只录得预9000宗成交 预计本月如下时间都不会有全新楼盘推出 发展商提早收劳 以销售货美为主 全年一手成交两势不足1万宗水平 与去年预1.72万宗比较 大跌预4成 创2013年实施一手新礼后 预8年新低 今年全新盘埋单跌穿1万宗的原因 不单上半年受疫情冲击 下半年亦因着加息 令楼市急转直下 新盘销售交着 下半年推售的新盘 如红磡必加坊 仍汇 万科长沙湾连坊 油塘朗玉等 销情一般 至于成交金额方面 一年内主要靠中小型住宅盘撑起 缺少超级豪宅开卖 加上受疫情影响 与内地未能通关 内地资金仍无法放水南下置业 已至今年价量齐错 全年涉及成交金额不足900亿元 较去年全年预2250亿元 大卸60% 受到第五波疫情打击 发展商今年初曾一度暂停推盘 首季紧三个新盘开售 其中两个以价单形式发售 分别为益兆等旺角进回及行地 00012的长沙环影竹 加上下半年受加息困扰 楼价大跌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由历史高位191.34点 累跌17.60% 今年继累跌14.57% 创与五年新低 买家入市吹审慎 新盘亦未敢贸然推盘 至第二季随着特区政府放宽防疫措施 发展商逐步重拾推盘节奏 并以低价招来 余迅至00083等发展的港铁元朗 赶上路站柏龙 4月推出首张价单 折实均价教皮 轮延延廊站上盖物业 有予一成折让 发展商开价策略成功 该盘累计售出708伙 耗燃约66.04亿元 销售量及吸金量灌绝 今年上半年新盘 其后紧随的柏龙亦大收往常 顺致今年卖流可说得心应手 徐柏龙外 待公司牵头的日出 康城海柏峰及 销情同高奏海哥 大揭集团今年截至本月15日 共授予2250伙 包括合作项目 较2021年1167伙增加9成 套燃予235亿元 案年增加4成 应今年级金黄 徐迅至表现理想外 新地00016 于下半年份起力追 接连推售白石角Silicon Hill 屯门Novaland 及元朗尤荷克等大型项目 其内雷沽近2900伙 应今年卖楼黄 套燃预215亿元 由于新地期内 以销售中小型楼盘为主 套燃金额较去年 预300亿元明显下跌 新地今年所推楼盘中 以屯门Novaland销情最突出 项目今年7月中公布首张价单 涉及165伙 最平入场费329.7万元起 引起市场轰动 首轮销售收票1.9万张 成为今年新盘票王 首轮发售336伙计算 超购预55倍 平均每约56人增1伙 发展商其后加价加推 至今共售出1546个单位 套燃94.7亿元 以单位数目计 属今年新盘市场最旺的项目 此外 恒地00012 今年销售成绩同样出息 同期内售寓2150伙 套燃寓143亿元 连工商铺及车位 当中粉领运Innervalley 一至三期 售出超过1400伙最劲 个别特色单位 尺价高见2.35万元 至于长实 01113方面 今年于9月以207.66亿元 出售半山21Boward Road 所有余货于LC Vision Capital 新加坡基金 由华税资本管理 连同屯门飞扬 带动集团今年暂售预400伙 卖楼套现金额预260亿元 唯因前者的交易尚未完成 估计最快明年入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